哇!這台是我的 哇!好漂亮喔 這個整台車型淡淡 車牌號碼也很讚喔 0506 水! 我們來問一下帥哥阿郎 嘿!大家好 我現在人在中華櫻木林外面 他們通知我來領車了 哇!現在超興奮的 我大概從4月1號去區公所登記 到現在今天是4月24號 等了三個禮拜左右 終於換我拿車了 在還沒拿到車之前 我覺得想說怎麼這麼好康 真的嗎? 有點不太敢相信 現在 剛剛看到行照上面寫我的名字 哇!真的是 這輩子我收購政府最大的一個禮物啊 超興奮的 好!那話不多說 那我們進去裡面領車吧 哇!這台是我的 哇!好漂亮喔 這個整台車型淡淡 車牌號碼也很讚喔 0506 水! 我們來問一下帥哥阿郎 阿郎嗨! 那個可以跟我們觀眾講一下 交車要準備什麼 然後注意是這樣有什麼東西 交車的話要幫我準備 中央的補助款7000塊 658的強勢檢視自費的 那7000塊是3到6個月後 政府那邊會撥款回你的戶頭裡面 所以我們要準備那個存著銀本 對!然後還有你要準備一張信用卡 信用卡 不一定要自款的 它會幫你綁定車子做試刷2塊錢的動作 喔!試刷2塊錢 是一個程序就對了 對!那就是之後第6年 我們會走月租支費 然後會自動扣卡 喔!了解! 因為那個時候你們說如果沒有續約的話 就只能賣掉或是報備嘛 對不對?沒錯! 這兩個途徑嘛 對! 造車程序上我們一開始我要先跟你核對什麼 我這邊先跟你核對一下證件 那這邊是你的型帳 你的領牌登記書 那這個過戶的時候會用大家幫我收好 喔!好!哇!都幫我們準備好了耶!好貼心喔! 這個是我們車子的發票 喔!還有發票喔! 哇!那可以對講用的 好喔!那樣子! 然後最後是強制險的部分 就是658是保一年的 阿朗請問一下喔!那個觀眾問說如果要保固的話 哇!是只能回到你們這間保養嗎?還是? 目前有跟其他車廠有配合 就是掛我們中華的原廠認證 就可以算在保固 那這個是上網有資訊嗎? 大概進入目前的幾個站點 目前的話我們有配合六間車廠 網站上還沒對外公佈 那想要而且更詳細的話可以先來問我們 就是如果要知道更詳細的六個店家資訊 直接來問你們就對了 好!各位我們現在在核對那個合約內容 阿朗這個合約我覺得蠻特別的 可以跟觀眾講一下 裡面有一條內容 好!那我們這個約專約是法五年 就是六十個月 六十個月阿 約束費是699 那實際上你會收到發票 那但是信用卡不會做扣款的部分 是因為政府他有做補助 所以是零元短 那租訂期間未滿 六十個月沒辦法變更資費 也不能辦理過戶 那也沒辦法提前解約或是電子買斷 那如果合約到期之後阿 沒有做提出異動的動作 那我們會以基礎型的方案去自動續約 二十四個月 就是我們兩年 好!那兩年那個資費就是399 就是依照當時的資費為主 目前是399 OK!好! 好!各位剛剛那個合約解說完畢之後阿 他會傳一個訊息來 訊息點開之後有個網址 這邊就是那個刷卡的一個介面 他用這個 線上刷卡來綁定 你的這個整個合約資費的內容 然後他有一個四刷兩年 兩元會再退還給你 所以還是不用錢的啦 你真正實際要繳的就是658塊 那其他7000塊 然後都會是退還給你的 完成之後上面會寫這個刷卡成功 這代表這個程序完成阿 全部完成之後阿 他這邊會有一個擦拭 229塊 520塊 可以 520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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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茜 然後我們的變壓器這邊會亮紅燈是正常的 黑色這邊我們先按著 防水套就可以抽出來 這邊會有一個按鈕 我們按下去它會彈開 然後這邊有個防水套 我們插頭它是防呆的 所以你插反它也插不進去 好 那我們插的話 是正的插上去 這時候要記得先洗火 那如果發動的情況下它是沒辦法做充電的 那插上去會有一個 咖咖一聲 然後車子會有一個提示椅 BB聲提示完 會看到儀表板會顯示 還剩餘多久可以充飽這顆電池 OK 等一下會跳出來是嗎 它稍等它一下 好 那這邊就是零個小時 只有五分鐘就可以充飽 那如果我們充電器有問題的話 這邊會顯示Echo 就是英文的E開頭的 就是顯示錯誤 它就代表可能充電器有問題 或者是你的插頭沒有插好 然後充插個一兩遍看看 如果還是不行的話就是 基本上就是充電器的問題 就是要判斷說它充電器好或壞 就是沒有顯示時間的話 基本上可能就是故障的 對對 拔掉的話就是按著這個黑色的 然後順著抽出來就可以了 那這邊自然就會斷電 它就會斷電 OK 充電器的話 就會建議就是要一手提著它 然後另外一邊就是拿著這個牆 不要去拉扯到它的線 或者是這一顆零到雨 它是蠻容易懷著 一顆售價的話是 5250 之前那個有聽你們講過 要好好愛護這一顆充電器 對 好那最後要提醒大家那個保固的問題 阿朗再跟大家說明一下 我們車體保固是兩年或是三萬公里 那電池的話我們零元月租方案是終身保固的 OK 大家就要記得回來保養才享有完整的權益喔 對就是記得要回來保養 反正它們3000公里再回來一次嘛 第一次是300公里 我們第一次是300公里 算是很久才回來一次耶 我覺得公里數大概蠻長的 正常油車大概1000公里 對啊 我們這樣算下來的費用也是比較划算 好那有任何車子的問題呢 都歡迎你來中華櫻木這邊 成功二店那邊問阿朗 好那感謝阿朗今天幫我們 這麼詳細的開箱這台車 聽說現在在辦的要等很久是不是 要排到10月11月囉 哇有沒有聽到趕快來辦就對了 目前政府是說不限名額啦 但是先搶先贏啦對不對 沒錯我們先搶先贏 我們還是依照政策為主 剛剛說不定會突然說限名額 已經暗示那麼清楚了 趕快來辦就對了啦 那之後我會再把這台車好好的 深度試駕來跟大家分享 那我們今天先到這邊啦 有問題來找阿朗 OK 記得來找我喔 OK 掰掰 OK 其實我來店裡了 哇感覺好不真實喔 這台車真的完完全全免費耶 到現在我還是很興奮阿 之後等歐米領到車之後 他的S6應該還要再等一段時間 我這台車呢 會跟他來個電量對比之類的 然後身為車主 這台車我會好好的試用幾個禮拜 然後跟大家分享我的實用心得 哇這個電池線好像比較長耶 新版的線它比較長大概100公分 哇小彩蛋 那個新的充電線也比較長喔 所以距離上面可以再拉長一點 要測試充電器看正不正常 好 OK 還有1小時38分充飽 正常 很讚 感謝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